中国第一 世界第三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中国电动车销量的真正一哥 比亚迪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中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麦克 我们在上周跟大家简单介绍了 最近风头震静的 电动车互联网企业三兄弟 蔚来 理想和小鹏 那么其实在这三家企业的背后 他们加起来的销量 目前也仅仅是刚刚超过了十万辆 其实在中国电动车行业中 还有一家企业的销量 是他们的总计五倍都不止 这家企业的名字 其实大家都听过 只是一直可能觉得 它相对比较低调 或者说比较低端 它的名字就是比亚迪 我们都知道 比亚迪最早是从 做手机的电池开始了 那么在2005年 他收购了国内的秦川汽车 之后开始正式进入了 汽车生产行业 但是由于他第一款生产的汽车 其实是逆向研发了 丰田的花冠汽车 所以在当时 第一款汽车F3出道之后 很多人都质疑比亚迪 说他的第一款汽车 过于山寨 抄袭的市场过于严重 这就使得比亚迪的 消费者品牌形象 一下子从开始的时候 就跌入了谷底 那么即使之后 在2008年 巴菲特入股了比亚迪 到2015年 比亚迪的电动车 或者是新能源汽车销量 达到全球第一 其实很多时候 咱们在过去 印象还是停留在 这个比亚迪是属于低端 或者说是相对于 比较山寨的品牌 实际上比亚迪在过去的五年 甚至于过最近的三年时间里 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电动车行业中 中国销量的真正一哥 比亚迪 那么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比亚迪即使是做到了 全球的新能源汽车销量第一 但是依然大家感觉 谈其他和其他的巨型汽车巨头 比如说丰田 比如说大众 就算是新能源汽车中的龙头 像特斯拉相比来说的话 感觉上这比亚迪 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这就是一开始 我们最早说到了 它的品牌起步 其实是从低往高走 这条路是非常艰辛的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到 它由于第一台车 它是模仿花冠 即使是最后是没有专利上的纠纷 但是由于外形太过于相似 导致不论是我们说的资本市场 还是消费者 都对其品牌的认可度 在客户心目中的倾向 是大打折扣 所以即便是到现在 比亚迪尝试推出20万30万 甚至于接近于40万的车 那么大家心中原罪 还是很难去除掉 那比如说我们想对比一下特斯拉 或者对比一下国内的现在的蔚来 蔚来还是在年年亏钱 但是它走的是品牌从高 往低走 也就是说蔚来汽车 第一辆推出的汽车 起步价就是在30到45万人民币 这个价格实际上已经 重叠了奔驰宝马和奥迪部分车型的销价 的这个销售的价格 换句话说 能够买得起蔚来电动汽车的 实际上已经至少属于了中产阶级 或者是有实力的消费人群 这第一步是非常难走的 但是你一旦站稳了 现在蔚来再往下推出20万的 甚至于是18、19万的车型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 接受度就会容易的多 同样的价格如果让比亚迪 原先是从卖7万8万9万的车 现在要卖18、19万 甚至于要卖28、19万 两者之间的难度不可同日而已 那么为什么现在比亚迪 已经做到了年销量达到50万辆以上 但是呢 他的整体企业形象和品牌 都依然是和互联网汽车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 特斯拉 蔚来 小鹏或者是理想 让大家感觉这个差距依然非常大 那么其实呢 我简单归纳一下 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是这些企业或者说比亚迪 对比新兴的互联网汽车制造企业 他们创始人的经历有很大不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们的产品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点 企业的营销销售体系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快快地跟大家说一下 比亚迪 他的创始人CEO是王传福 他本身是理工男技术出身 是做电池起家的 但是对比比如说是特斯拉的 马斯克或者是蔚来汽车的李斌 或者说是小鹏汽车的何小鹏 他们本身就是做互联网起家 所以他们在网络和 以及创始人个人形象和影响力上 不可对比 第二 产品上 我们知道呢 虽然说现在比亚迪的销量 电动车销量 或者说新能源电动车销量 全球第一 这是包含了商业汽车 包括像公共汽车 出租车这些商用汽车 加上个人乘用车 全球第一 但是他依然有接近于 一半的汽车销量 是来自于传统的汽油汽车 那么对比像特斯拉 或者说是蔚来 等三兄弟这些 他们是百分之百 纯电动车 第三 就是销售渠道上 我们知道传统车企 依然采用的是 4S店模式 也就是呢 你在每一家4S店 有可能获得的价格 是不一样的 但是新兴互联网企业 以特斯拉最先开始 直接去掉了中间商 也就是由厂家 直接全国统一价 卖给终端客户 避开了中间商那一层利润 那么他所有的线下店 都是体验为主 你可以下单 但是呢 最终的价格是一定的 而且每一家的线下体验店 都是由总部来支出管理 所以这三个巨大的差别 核心归纳起来就是 传统车企 和互联网车企的 巨大不同 我们虽然说 比亚迪他已经不能归纳于传统车企 他毕竟是一半传统 一半新能源 但是对比完全新能源的车 还是有不小的差别 但是即便如此 其实大家有可能不知道 比亚迪的市值 目前已经达到了 全世界 所有汽车上市公司中 排名第三 排名第一的是丰田 第二的是大众 第三呢 不是宝马 不是奔驰 而是比亚迪 所以说其实全球的这个金融市场也好 投资者也好 都觉得中国的未来电动车市场是一块巨大的蛋糕 那么目前谁能够最先占领住这块蛋糕中的一大部分 很有可能将会是未来五到十年里面能够带来巨大收益的企业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呢 互联网汽车 车企和传统板块一个最大的不同 其实就相当于是诺基亚手机 当年的诺基亚和当年苹果的差别 怎么来说这件事呢 我们知道很多人认为车只是一个代步工具 无非就是从A开到B 中间只要保证它的安全和车的稳定 不要熄火 不要破 就可以了 这种观念 就如同当时我们买手机时 喜欢买诺基亚 它不怕摔 待机时间长 信号又好 对不对 只需要满足简单的通话 发短信 待机时间长 这些基本需求就可以了 但是在同一时代那个时候 为什么诺基亚最后被苹果全面超越 如果我们讲待机时间长 诺基亚可以待机七天 当时的苹果第一代手机 连一天都撑不住 如果你连续上网的话 只有五个小时 手机信号 那时候的苹果手机信号相当之差 进了电梯就要断信号 而且一摔 一个屏幕就碎了 一修 那就是几百美元 那为什么这么差的 如果我们以这个手机质量来说 这么差的手机 最后完全压制住了诺基亚 使得诺基亚最后什么呢 倒闭呢 这就是新一代和上一代的差别 也就是说消费者的核心需求 在那个时候 已经不仅仅是什么呢 打电话和发短信 苹果手机 带给了消费者一种全新的体验 什么全新的体验 换句话说就是 卖硬件的诺基亚 已经再也比不过 卖软件的苹果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 为啥是卖软件的苹果 我们要知道 虽然说卖一台手机 大家都可以赚钱 但是苹果卖一台手机 仅仅是它赚钱的开始 我们先不要说 你买了苹果手机之后 很有可能会买苹果平板电脑 苹果电视 苹果手表等等 一系列全家桶 就算你什么都不买 只要你用了苹果手机 那避免不了 买游戏买歌 下载其他软件 各种的付费软件 只要你在苹果商店上 消费的每一块钱 苹果公司都可以赚取 高达24%到30%的利润 你说 你用两年到五年 这时间段里面 你会买多少软件 买多少首歌 看多少本电影 所以相比于传统的 企业 卖完一个手机 卖完一台车 就做完了一单生意 互联网企业 你购买它的一个产品 那就是它后续收费和利润的开始 大家注意一点 我再说一遍 传统企业 卖完一个产品 这单生意就完了 最多下一代产品出来的时候 这个客户再买一辆车 再买一个手机 但是互联网企业 它的赚钱 你买了它的产品 连续不断的赚钱 一直在赚钱 下一个产品和这个产品中间的时间里面 客户是一直在使用软件的 一直在支付费用 这一点 就是诺基亚和苹果最大的差别 这一点也将会使未来汽车行业中 传统汽车和互联网汽车中最大的差别 所以说在未来我们试想一下 当自动化驾驶技术已经逐步普及 我们的手甚至于脚 能够逐步解放之后 那么那个时候 你是会选择买一辆诺基亚的车 还是选择一辆 能够实现苹果功能的汽车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欢迎您下次继续收看 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